藍寶建林變成國道警車 仔細看看他 騎著紅斑馬條文 車門印上警徽 還有國道公路警局字樣 難道是政府砸重金買超跑嗎 曹雲一家旅車出租公司 將超跑改裝成國道警車 在網路大作宣傳 吸引新人乘坐超跑警車 拍攝婚紗照 但事後設下警徽 和國道公路警察局字樣 試圖規避法律責任 我們當初就是把整車 就是類似像國道警察的 那種紅色線條的彩繪 然後貼了一個警徽LOGO 但是我們是在室內的空間 做一個拍攝這樣 這台車曾經兩度上路 一次是幫超跑車友 贏取另一次到新竹車聚 每次行駛都引來大批民眾圍觀 照片引發網友瘋傳 讓不少民眾誤以為 超跑警車在路上狂飆 引發外界爭議 另外假如車身 他把它貼成類似警徽 或者有警察公署的一個字樣 那另外可能會 行駛的話 可能會涉及到 中華民國巡法 偽造公文書 業者聲稱是為了 要給新人驚喜才當超跑 改裝成紅斑馬警車 雖然這台車的用途 僅限於拍攝婚紗照 但因為車身顏色和進口 登記不符已經觸法 業者想藉此炒作商機 但是如果再貿然上路 未來恐怕會有 接不完的交通罰單 記者黃楚華李維哲 桃園採訪報導 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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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晚了